每日中午12點到12點半 陽城交通台為你上演 由鄭達播講的黑鷹鷹傳奇 原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昆倫派掌門鬼鷹獸 追呀追的六七十里 突然間見到路邊一棵大樹上 吊著下午笑兩位掌路 嘩他真是出奇了 跟著問兩位掌路 怎麼被人吊在樹上搞成這樣 這陣子一見笑 黃鎮笑口細細的樣子不見了 一見哭 腐瓜乾的臉更加難看 他們一齊嘆氣就說 落正掌門 我們兩個黑衣金釣 算是衰到貼地了 鬼英獸馬上望四周 發覺四周沒有人 這樣才問 什麼人將你吊在樹上呢 一見哭就說 不要說了 我們一時不小心 上了那個小小狐狸的攤 咦 兩位怎麼上了他的攤 一見笑跟著不喜歡就說了 落正掌門 我們現在要吊在樹上好看嗎 是問啊都放我們下來再問啊 不然我什麼貴人都不說啊 貴英獸人平時很嚴肅 但是現在看到這兩個這麼狼狽 就像掛藍鴨一樣掛在樹上 不能動呢 這陣喊笑兩位長老身上的繩索 雖然是解開的 但是還是躺在地上不能動 鬼英獸問啊 兩位 繩索解開的啦 起身啦 不是受傷的嘛 這陣喊一見哭呢 苦瓜乾的臉 落正掌門 我們被這個狐狸女妖封了月位啊 麻煩你再跟我們拍開啦 一見笑一見就說了 啊 你以為我們黑衣 哦 月妖會被人立馬金被人掛起嗎 如果不是這個狐狸封了月位啊 我黑衣租就震斷你了 哦 原來兩位被狐狸封了月位 來啊 讓老夫跟你們拍開啦 不是啦 你不要拍啦 為什麼啊 一見笑就說 你現在拍遲不遲些啊 你看一下 他們全部趕來了 我這副這麼狼狽的樣子 他們不見都見到啦 拍鬼拍馬咩 果然首先趕來的 就沒有當掌門中原一劍青蟲道長 和少林子的枯木禪師 跟著來的就是上官林清和子 到最後連方圓圓都趕來了 那幫人一來 黑衣幫個弟子一見到自己兩位長老 躺在地上不動啊 嚇了驚 一齊上去說 長老 怎麼了 受傷啊 一見笑就好無非的嘛 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被人拍了穴位啊 我唯下跌下地 嘩腳踏來啊 嘩腳踏去啊 我黑衣受 ja 我終於訓你們了 不可以嗎 這陣鬼影秀呢 蘇雷知道一見笑這個為人 亦都笑一說 是呀是呀 他們兩個走得累那頭 在這裡休息一下啊 是呀 起床啊 他一邊講 一邊暗云真氣 輕輕拍開他們兩個鼻風的穴位 也算是留了些面子給他兩個 只有青蟲道長和枯木禪才看出,這兩隻人被封了月位,但其他人看不出 接著有個台階給他下,月位被人拍開,一件哭,手先翹起來,生氣爆爆地說 我要找這條狗狗算帳 一件笑,我哭著他就說,喂,我都未休息夠,老哥,我們休息多一下,這個樹下這麼陰涼,好好睡 再說過頭狗狗,走到很遠,睡不到,不行,他就算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 以說今日之恥辱 呼木禪師就說,阿里陀佛,兩位長老,正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一陣子一見笑,又恢復了笑口細細的樣子就說 嘿嘿嘿,老婆小鄉,沒什麼事的,那頭的狗狗呢,見我們兩個追得辛苦, 好啊,轉燈就用繩子,跟我們織了一張軟床,就吊我們在上面偷偷糧,沒事的 嘿嘿嘿嘿,那群群聾聽得莫名其妙,方圓圓都明白,這樣說 劉乞兒這樣說,你們是被他綁了手腳,雕傷樹上吧 嘿嘿,什麼你這樣說啊,哈哈,我乞兒,這樣還有臉呢,你聽清楚啊,是我們休息而已 一見哭就不睡了,就說,老老兄弟呀,不要打,打了個臉裝裝肥佬啦,我們一時大大意想當,被被狐狸吊在樹上而已 有什麼不要說說出來,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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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武功,都被青衣女腰捉了,還吊在樹上,那我們其他人更加不是對手啦 單獨去找他,嘿嘿,死一百次都有啦 還是鬼影獸就問,你們兩個到底怎麼上去當的啊 一見哭就說,沒有啊,他就躲進了這片樹林,我們就分頭查一查 哎,沒想不到,他突然間在我們後面出手,封了我們兩個的血位 一見笑就說,哎呀,牠跟著狐狸走出來,對被狐狸用帽子把他們兩個上樹的刀 鬼影手就問 你們一點都沒有發覺 他在你們身後嗎 哎呀 你這個狐狸的手法新法 簡直快到叫人不不可思 一件笑的大眼睛說 我黑衣如果發現 還可以被他點得到嗎 喂 對了 洛政掌門 是不是這頭狐狸跟你有什麼關係 他這樣說 但是他覺得惡然 鬼影手更加惡然就問 他跟老夫有什麼關係 喂 他那個身法手法 不是你傳授給他的嗎 他哭得這麼快 跟你差不多而已 呼目蝕斯說 笑長老 不要開玩笑了 老納知道 樊靜山的輕功 不下於天山昆倫 只是武林中小見而已 這陣鬼影手都說 沒錯 昆倫派的鬼影追魂掌 這兩門武功 又怎會傳給他人呢 這陣青蟲道長就問 笑長老 那個女妖 向哪個方向走 照我看 他絕對不會向北走 一見哭就說 連你點點 怎知道他不會向北走 老國 你是不是被人吊得頭昏眼花 北方那麼多人 他向北走 用什麼被人撞見 那我還是要說他向北走 群同一聽 知道這個喊笑 二長老又是在那裡吵鏡 這陣呼目蝕斯就說 看來我們大家不如分頭去追蹤這位女師主 方圓圓問 蝕斯 那我們最後在哪裡會合 沉舟虎龍華子 好不好 一件事就說 嘿嘿嘿 你這個和尚啊 經常找了和尚廟來會合 你不可以找其他地方會合 和尚廟吃了都是齋 又沒有酒飲 不是不是不是 笑長老 那你說去哪裡會合好一點呢 有酒有肉 嘿嘿 哪裡都行 方圓圓就說了 笑長老 你要喝酒 我在沉舟虎 賣給你喝就行了 哦 好啊 那九和乞丐就跟著你一塊了 這件方圓圓就說了 笑長老 你說笑而已 你就跟著你的喊長老一起吧 啊 做什麼啊 你嫌我邋遢了吧 那又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啊 那 一件事就摸摸方圓圓 突然間望一望站在旁邊的尚官林 似乎明白就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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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啊 你是不是想跟上官林的小孩一起呢 方圓圓一聽 哎呀 那臉一聲紅了 批了一口說 批 沒點正經的 我不跟你說了 那除了青蟲道長鬼英壽和枯木禪師武少之外 其他人個個都笑 一群巷心中明白 方圓圓圓和上官林呢 正是武林中的一對俠女 論上茂武功和門派 你認真相情 最後大家就分頭追蹤莫文了 那青蟲 枯木 和鬼英壽呢 就先回去沉舟龍華寺 等莫文出現 上官林和方圓圓自然在一起啊 那少長老和善長老呢 爬頸還爬頸 最終呢 還是一起向南邊追蹤他 其他人等 向東邊的西邊的都有啊 總之就散開了 那再講這個沉舟虎貴平的金山村 但是都是群山盡領 而沉舟虎和吳舟虎呢 都是在大榮山當中 山聯起伏就連綿千里 山同山 領同領呢 不是為峽谷分開 就被那些急流所斷 這一片的山領 真是多見樹木 少見人 那咸少兩位長老行路呢 好似就不會繞彎的 逢山過山 如間就跨間 他們一路行就一路 一路開玩笑一路聊天 那這一日 他們又講又笑 走著走著 轉去一處山宮 突然見到前邊路邊樹下 站著兩個渣刀的黑衣漢子 一見笑又說 老哥 我們不會撞到什麼藍路搶劫的強盜 一見下看一看 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強盜 不是強盜 他們拿著刀守在局後做什麼 打獵又沒有拿刀 老兄 你身上是不是有些銀 銀 老哥 有銀 我早就換了酒喝了 黑衣不能隔夜米 我哪有隔夜銀 那你怕就怕什麼 不是的 那兩把刀立立令 很可怕的 你看看 哎呀 糟了 他們入手 入手叫我們 他入手做什麼 不就是叫我們回頭 還是叫我們過去 我看好 好像叫我們過去 不是呀 我看他們是伐手 叫我們回頭 那他們就不是強盜 不如我們過去看看 他們說話 其實特地說給那兩個黑衣漢子聽 那兩個男人 服裝一色打扮 炸把刀都一樣 所不同的就是 一個有兩屁鬍 一個呢 那對眼是大細超 年紀不相上下 兩個都約三十多歲 這陣子一見哭 拖著一見笑過去 那大細超滾起死人眼 大細更加分明說 喂 你兩隻人是不是想找死呀 我叫你回頭 我叫你回頭 還跑過來 一見哭就特地打凸在眼裡說 你不是入手叫我們過來的嗎 大爺我發手叫你回頭 你見不到呀 一見笑就說 嘿嘿嘿 對不起 我這位大哥 眼睛就不太多 看不清楚 你五回 快點拉回頭 一見哭就說 嘿嘿兄弟 他說什麼 我聽不清 一見笑就說 哎呀 哥仔 對不起 我大哥的耳朵是背背的 你說話大聲了 他反而聽不清 你就是在旁邊生著兩撇鬚的那個男人說 兄弟 不要跟他囉嗦 殺他們 一見笑就說 嘿嘿嘿 哎呀 你這位大爺真是好心了 想殺我們呀 喂 大爺 你身上一定有東西吃的了 試試一點點 我們吃飽 我們自己扯呀 那個八字鬚就說 大爺身上吃的就沒有 刀就有一把 哈哈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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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吃的了 哈哈 喂 你把刀好像不是麵粉差的 怎麼可以說 刀都可以吃得的 八字鬚就說 嘿 他不單止好吃 而且吃到肚子 你這麼小都不想向家客吃 哦 吃了它 永遠都不會餓的 那我就吃了寶貝 喂 給乞丫我看看 一見笑眉眉就走過去說了 順手突然出一聲 一下子把八字鬚拿著刀搶過來 直接出手快如電閃 這陣八字鬚和大細小一看 嘔了 直接不敢相信這個乞丫會突然搶到自己刀的 一見笑呢 拿著刀在眼前看了兩望 好像懶不明白就說了 喂 哈 這把這樣的東西 不像是麵粉做的 一見你哭就說 嘿嘿嘿兄弟 你給我看看 看看是不是麵麵粉做的 喂 不是啊 不是啊 這個是我剋回來的 你要看 你問他拿 好啊 我都問他拿拿拿多把天 喂 拿過來 一見哭講完 出手如風 大細小剛剛想走開 自己手上的刀也被一見哭就搶過去了 如果你說八字鬚把刀被一見笑搶了 還可以說一時沒有防備 但是現在同樣被一見哭搶了 他們這陣線感到眼前這兩個乞丫就不是一般的乞丫 而是武林高手來 他們兩個聖水 一起撲上去喝 你們兩隻一二命唱 誰知他們兩個剛剛撲上來的身體 打橫飛回頭 不得飛回頭 同時搶在地上爬不起來 他們一起被這個哭笑二長老 發面封了穴位 現在搶到地上怎麼爬得起來呢 一見笑就笑口細細說 嘿嘿嘿 你兩隻東西怎麼這麼孤寒 我黑衣不過是向你黑把刀吃一下 那個一見哭就沒有你那麼好氣 在大細超手中搶那把刀過來 突然間框框聲地把刀咬斷了 然後將一根刀丟進口裡 這樣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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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召了下去 再一割一聲 吞了下肚 一見笑就問了 哈哈哈哈老哥 好不好吃啊 這些麵粉這麼貴硬的 都沒有吃的都沒有 沒有人聞味 是呀 我看過 一見笑也都將他手上那把刀 框框聲咬斷 結果這把刀就不是鋼鐵鑄打成的 真的好像麵粉造成那樣 他同樣 也都扔了小健福到嘴裡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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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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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們要殺了我啊? 一見喊問他八字蘇, 喂!你為甚麼事要騙騙我啊? 說他很好吃? 八字蘇心想, 哎喲,我何時說他好吃? 你冤枉我而已, 閉上眼睛,咬咬牙, 頂著肩膀說, 好,你殺了我, 怎知一見笑說, 嘿嘿嘿,我殺你幹甚麼? 我刻意只是想問一下, 做甚麼事幹, 你是入手叫我們回頭, 不讓我們去前面而已啊? 那個八字蘇就說, 在下勸兩位, 還是不要去前面好了, 一見笑說, 哈哈, 難道前面沒有人家可以吃吃的嗎? 我刻意好像聽到前面噴噴噴響, 有人在打鐵啊! 你聽錯了, 那個不是打鐵, 是我們四大護法師, 跟人家交緊手, 哈哈哈哈哈哈, 在交緊手啊? 即是那些兵器箱撞, 乒乒乒乒乓, 即是不是打鐵了, 是, 兩位前輩的武功雖然一流, 在下勸兩位, 不要前去管這件事了, 啊? 那去了又會怎樣啊? 如果去了, 難保兩位安全, 一見哭就問, 喂喂, 那你說話又誇張過頭呢? 什麼去, 去了保不住我們安全呢? 喂喂, 老老老實實, 你兩隻東西到底是哪個犯人啊? 鷹鷹鷹長空, 虎欠大地, 鄭達波說的黑鷹傳奇, 明天同樣時間, 繼續為你上演。